江爷爷的妈妈去世了 就在刚刚福宝出发回国的前一晚 江爷爷永远失去了他亲爱的母亲 本以为福宝的离开已足以让江爷爷难受窒息 没想到生离与死别在今日同聚 江爷爷承受着双重打击 为什么要对善良的江爷爷如此残忍 虽然年过半百已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但这两件事放任何一件在人身上恐怕都难以承受 明天就是福宝正式启程回国的日子 所有工作准备就绪 而正经历失去母亲痛苦的江爷爷 还要忍着内心的剧痛 在玫瑰园和大家告别 在陪伴福宝坐上卡车去往仁川机场送福宝回国 或许一向专业的江爷爷会强忍着自己的泪水 但内心早已泪流成河 今天这个夜晚或许会是江爷爷有生以来 度过的最漫长最难熬的夜 无法想象江爷爷的内心会有多心碎和苦涩 希望江爷爷能够坚强 明天和福宝在途中能一切顺利 愿将爷爷的母亲一路走好 连续推上了心